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跨代木讨》 很高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讲题 大概叫做《斜动木者》 大家之前也有机会看过一套电影叫做《无限斜动有限公司》 今天很高兴,请来马布洛牧师 马布洛牧师是唐会时一间有限公司的作者 请马布洛牧师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也认识了一段时间 我是马布洛牧师 我是香港社包小教育网络的召集人 现在在做的是培训信套 支援牧师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以及宣教的工作 今天很高兴,和郭泛在一起 和大家谈谈这个slash past 刚才提到的那本书 和郭泛在一起是一间有限公司 这个好像是第一版 第二版不是这样的封面 我先替你曼洛牧师 马布洛牧师,我们讲到slash past 近期都很流行用这个词 其实在这个年代 不是你的年代 你是跟我同一个年代 在你那时候 你是否用slash past 我想起来也有几个感觉 就是slash past 你对于现在身兴 用这个字眼 入职的时候很多青年牧师 都会这样的想法 你觉得是如何 其实以前很少 在我的时代 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 很少这样想的 因为在我们的时代 讀神学 然后想着全职事奉 一定是想着全职 全职 做团会 牧养 不会想着几番东西一起做 但是似乎最近这几年 这五至十年 就多了很多 全职同工都会想 是不是可能是半职 做团会 半职做另一份工作 现在就多了很多 似乎是近期一个趋势 是 这个可能有机会 跟教会 教展 教会的发展阶段 有关系 日后用教会发展 用教展 也挺好 简要一点 就是 世代有关系 现在可能 其实会不会 做教会的牧者 是比较困难 所以尝语一些 入职的同工 是 本职先呢 我想 其实是 跟整个教会的生态有关 因为似乎 最近越来越多 全职同工 是感受到 牧会的压力很大 而且如果你全职 牧会 是很容易很多 对一个人的心力 的负荷 很多时候 同工会想到 如果半职 至少 压力会 减低一些 而另一方面 他可能 另外半职 可能他可以做一些 他有多些兴趣的工作的时候 一方面是生计 另一方面 就是可以减少些压力 所以是多了很多 同工 因为年轻的同工 是想到 这方面的安排 slash pastor 你的安排 是多了很多 OK 可能年轻的同工 没有那么快 要养妻活而住 我想起一个对比 slash pastor 工作压力会减少 但经济压力会增加 是啊 可能也会有些关系 不如说回阿摩斯 你那个 其实是侍奉的路 我觉得也是值得 我们今天都可以 分享一下阿摩斯 你侍奉的路程 如何由一位全职的目者 到过程 成为一个 slash pastor 嗯 好啊 我可能也要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 侍奉的背景 然后就是如何由一个 全职的传道 到处好像有少少少 slash pastor 的那个模式 我其实以往一直都是 全职的目仰 由我实际院毕业 1991年 我是浸神毕业 1991年 在牛头角浸宿 我早了两年 然后1993年 就派了我和那些定音姊妹 去开荒植堂 建立了啟年浸信会 所以由1993年 就是开荒植堂 一直在教会 我是二十多年 一直直到2015年 哇 足够22年 是的 就是由day one 真的一天 开始开荒 一直到2011 2015年 我就有感动了 我觉得唐会已经 QUENT 2年 是的 教会也是没为了保护 它很高 我就有很感动 一个会是去香港的职备网络 来做一个 服侍 但是由于 我在香港的职备网络 没有保护 不是有一般的机构 是有薪金给同工的 大部分是 许为韩会可以支持同工去那里伏 或者他是用自贼薪金 自己去我那里面 所以我就要想如果我是去我的社会小网络 简称CCN 我跟着也是用CCN来说 英文叫做church network 如果要去CCN去做全职同工 我就要想一个生计 所以我当时就要想 如果我在那里未必有一个全职全职的纲位 我怎么维持生计呢? 我就想到很方便 我想过可能我半职做一个职业 另外半职就做CCN 我曾经想过是调解员的 调解员,OK 有时候开始讲一下这些 就是解决那些专业性那种 是啊,因为当时有些课程是说做这些培训 我就说训练完之后 做了认可的调解员就可以 就是专业地收钱 是的,做这方面 我就真的上去所有的课程 是的 就考虑过了 做了一些认可的调解员 就是正规的调解员 是的,可以的 但是后来就发觉 似乎可能这方面在香港 都是刚刚开始市民认识多一点 就不算有很多人去用调解的服务 所以似乎 后来发觉又不是很能够维持到生计 接着曾经想过做保险床议员 因为我以前是读保险的 哦,你有读过 就是大专的时候 就是你不说,就是周新都 做了几年在本公司里做一些行政 所以曾经也想过 会不会半职做保险呢? 另外半职就做服侍呢? 哦 最后我做了这个软木 哦 在2015年至2017年 有两年在一间户路院 就做了这个软木 就是半职软木 半职软木 是的,另外半职就是CCN 哦,是的,是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 因为本身啟年浸数会也很好 那些执事就说 既然我想去CCN服侍 他们就支持我半职工资 哦,很厉害 所以它是有 其实前后三年呢 是支持我半职的人工 但是我就在CCN服侍了 是的,是的 其实很难得的 因为一个半职的牧者的人工 也不是太低了 但是它支持了我三年 然后我就半职在CCN 半职就在这个户路院 那是一份全职的收入 所以我曾经有段时间 就是在这里讲 就是我又是户路院的软木 又是在CCN里面 那个训练学院的院长 也有做一个教练的牧者 正在支援这些牧者 也是几间堂会的冠牧师 也有写作 而且当时也开始写作 在上百川 而且曾经在士道论坛 一年就写在一个村 所以就变成了 好像是一个 可能是来与slash 那你真的无限车动 不过你就不是有限公司 你堂会写的有限公司 就说 那你越来越多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 其实这种slash 会不会 你对比之下 除了经济 是否能平衡之外 是否越来越多 拉力 或是助力 当我做的时候 我就发觉是 就是做几番工作 其实都是有正面 也有些负面 正面 其实你可以更多 发挥到一些不同的恩赐 因为譬如每一个牧者 可能除了某一方面的恩赐 他也有一些另外一方面的恩赐 其实都是可以发挥的 如果你用这种工作模式 你就可以透过不同的纲位 你都可以发挥到一些不同的恩赐 譬如原来我可以服侍一些老人家 我可以在牧羊上 在倾谈上帮到他们 但是当我做一个学院的院长 原来我教书 那可能我教书 都可以帮到一些学生 建立到他们 可能我做coach 都可以帮到某些牧者 支援到他们 所以这种模式 是可以帮到一个同工 是多一些弹性地去运用他的恩赐 去服侍 这个是正面方面 正面 另一个方面正面 就是你可以从不同的纲位 也都可以维持到生计 有一定的收入 不过的确是有些少少 可能有些费面 就是有时候你的拉力是会大的 因为发觉我半职在护露院做软木 以及半职在CCN 其实两边的工作都会越来越多 其实任何半职工作 你都会越做越多 所以两份半职工作 就变成两份全职工作 但是同时间做的 以及护露院软木 就是这样 CCN就会体谅你了 那在护露院会否提问 护露院你这么弊死亡 那些老人家都很想你留下那些祈祷 或者实际无神很多是主怀安息日 要你去做很多事情 后来你放下了 坦白说 在护露院 因为是一个正式的机构 其实护露院属于一个大的机构 是一个大的协会 所以里面有很多指标的工作 它是叫KPI Key Performance Index 就要达到那些 譬如你探讨了多少个人家 做了多少个聚会 带了多少个人进行 而这些还会加的 后来我做了主任软木 看到一两个软木的时候 那你会加你的工作量 人工呢? 人工也会加 但是工作量加 其实会令你两边未必这么容易 真的兼顾到 我发觉有一段时间 我做了两年之后 就发觉血压高 开始吃血压弱 接到现在 所以其实 有代价 都要有个取舍 结果我最后 就放下了护露院院属 所以现在全时间 只是做CCN的工作 那是什么呢? 说明是斜洞 其实不是永远的 或者是长久一点的 这个也是 如果你是初入职的 年轻人 或者是初入职 你可以有多些不同的尝试 也是一个现在的趋势 坦白说 现在教会的服侍 是有一个热厨房 所以如果全职 又去热厨房 可能有很多初职 的牧者会有些担心 或者是有些忧虑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 不过就是 听到某个师傅说 人生都可以很清楚 可能如果我早点认识 我也会探讨一下 如何可以成为一个 slash pastor 外国其实有个英文 叫做bivocational ministry 就是商职是木职 我想你也要低理 不过那个批评 或者负面 就是我们不能够专心 专人去侍服 我们的枯子很多时候 都是专心传道为念 这个有时对牧者也是一个挑战 不过所谓专心传道为念 不是专心一份工作为念 这个是另外的话题 不过接著想了解 多一点和小室网络 跟你接着的更新的线位 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好的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现在的工作状况 还有我讲完之后 我也多讲一点 如何看slash pastor 可以 我现在的线位 就是我全时间在CCN 一个联合事工 来复事 就算我现在全职在CCN 但我裡面其實都是分了很多個崗位 包括了一個訓練學院的院長 裡面有一個一年全時間的課程給信徒培訓 好像短孫中心也有一、兩年給信徒 沒錯 我就是幫助那些弟兄姊妹 拿了一年培訓她的生命和同處關係 如何能夠整全地去理解信仰 然後活得更加精彩 可以更加知道如何去服侍主 所以我就是一個學院的院長 另外就是一個叛跑教導網絡 就是做一些支援目者 聯繫課會資源共享的一個工作 就是一個coaching 是的 我們coaching這裡 我們其實有10個資深一點的教練目者 是幫助大概20多間的課會 加上有30多間課會 我們都經常走在一起 分享經驗、互相交流等等 所以我們是做這一類鞏固 特別是中小型的堂會 這一類的工作 是 我另外就是本身CCN的召集人 就是那個堂會會主席 是 另外也是七間堂會的coach 我支援我的目者就有七間堂會 正時去見一些牧者 和我們分解一些經驗 還有我另外也是三間堂會的顧問牧師 所以其實我現在也有幾多不同的工作 在進行中 還有我寫作 現在就是上百川繼續寫文章 所以我自己再講今天的主題 就是我會覺得其實這個slash 這件事情 就是雙職 或者幾樣這些工作的狀況 其實我再看聖經 真的斯道保羅已經是這樣了 即將棚 是的 因為他即將棚 他也是一個很給主使用 就是說第一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人 但是這位最有影響力的教會領袖 但是他有一個專業 他可以用來維生 就是有他的收入 而他的確是這樣做 他說不單是自己得到供應 他甚至供應了他的童工 所以變成我們在斯道保羅 已經是一個slash pastor 的先鋒 而當時他是這樣做的時候 我相信也有些其他領袖也是這樣做 教會是經歷史慢慢發展 變成將這個目跡變得很專業化 而且是越來越多東西加在這個目跡上面 我覺得未必是初期教會 或者聖經希望的形態是這樣 這是第一 第二我覺得遲代趨勢就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 很多傳統童工是選擇 寧願在唐人會 這個真的是一個趨勢 我認識的有幾位都是 他們覺得 可能他之前是傳職在唐人會適服 但是太大壓力了 太多東西揹起來 太多生命 很多不同的東西 他受不了 就變成轉了半職 轉了半職 有些可能是女童工 可能是生嬰兒 又轉了半職 所以轉了半職 會越來越多 普遍 越來越普遍 這是一個趨勢 還有現在 因為香港最近這兩年的情況 多了目者會想 會不會出來自己開放 自己開堂會 OK 是嗎? 現在更多了嗎? 我認識的是 我認識的是 寧願自己去想想 會不會自己開堂會 而我認識的是 因為他本身有些專業 他可能可以用來做一個雙職 有一個目者是做一些健身 即是教人做運動 可能都是我和你相識 同一個人 他會用這個方法去收入 然後他又有目會 是 有些可能是專業的輔導員 他是透過提供輔導 做輔導 他們都可以有些收入 這是一個趨勢 還有第三個上 唐會體制的改革是什麼呢? 就是 越來越多人在想新的唐會模式 沒錯 因為 建制的唐會模式 很多人都覺得有很多問題 還有很多包袱 現在多了很多人說 譬如我認識一群目者 就會想叫做微教會 微教會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他們都是希望建立一些 甚至是由信徒帶領的 一個一個小的 很小的教會群體 甚至是在家裡聚會 而這些目者就去支援這些不同的小唐會 去繼續做牧羊 繼續建立教會 所以似乎是到了一個關口 香港的教會是真的去想 整個唐會體制的改革 我們是不是還是走回舊路 是用那種很建制 很傳統的模式去做唐會呢? 還是會嘗試一下不同的新的模式呢? 就是歐盛華牧師 他是一個Ecolegiat 他們都是在想一些新的生態 教會的新生態 是的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大家都在想 當我想到slash pastor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值得想這件事情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如果用舊的體制 我們永遠是打破不了那種 聖職人員 和平信徒的異婚 信徒搞街祭司 我們永遠是落實不了 信徒街祭司 因為我們始終覺得 一想到 一看到那個木職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會依賴了那個木者 他們穿不同衣服 他們是特別一點的 神是特別呼召這些人 於是我們這些人才是聖職人員 鄧姊姊妹就是被服侍的 這種感覺是很難打破的 在現在的建制裡面 但是如果更多人是用這種 slash pastor 更多是一種不同模式的 堂會的模式 群體的那種動力 我覺得真的有希望 可能是興起到更多信徒領袖 去做木職 其實很多信徒領袖 都已經讀過忠臣 讀過很多甚至是碩士神學畢業 是的 下手過程 一邊做一邊讀 這樣也可以 在神學的根基上 他們這幫信徒領袖 絕對其實都是不屬蝕於很多木者 是的 其實他們絕對可以興起去做木養 不用牧養很多人 可能牧養十個二十個 而那些可能 主要有資深的木者 做過coach 去支援這些不同的大會 我覺得 所以是危機和轉機 他們都是同時在現在的改變裡 去看到 我會覺得 這件事是值得去想多一點的 是的 沒錯 我也同意馬牧師所說 現在的時代有些轉變 可能有些危機 例如說 有些木者都想做本職 因為事務者很久都累了 可能那批是四十多 但是現在最近都有一些年青的 可能三十度 他們都想入職的時候 用slash pasta 我想我們要 可能要開放一點 去看一個時代的改變 還有你說 可能一些木者出來 建立教會的時候 要用一些新的模式 那微教會 是早前 不同的地方都說過 可能有些是職場 有些可能是 甚至乎 去開放一些教會 是用家庭的模式 這個比較新一些 甚至乎 甚至乎 最近有些堂會 它又大一些的地方 轉來比較小一點的地方 但這個小的地方 已經不是一個 好像聚會模式 拜登 一定有十字架 大大在中間 一個港台 一個木區 大家可以上來 甚至乎 做一些coffee corner 平日就要來 大家相聚 開小組 星期日拜登 就可以有些彈性 崇拜 甚至那個主日 就轉播去家庭崇拜 我都看到一些新的模式出現 不過你說 我們這個時代的改變 希望像馬牧師所說的 教會在劣勢裡面 我們能夠不負 神所交付的福音使命 今天我們很高興 講到一個 slash partner 的模式 這個話題講不完 不過最後 希望馬牧師會不會 跟一個新世代 他們神合不義 做slash partner 入職的時候 有沒有一兩點 特別需要留意一下 我覺得 我想 第一鼓勵 如果有一些 新世代的 年青的 全道同工去想 這個slash partner 就是 我想鼓勵大家 值得想想 我們要多嘗試 新的模式 更加彈性去建立教會 這個是值得鼓勵 第二個提醒是什麼呢 就是 slash partner 無論建立什麼堂會 什麼群體都好 我覺得要記住就是 我們屬於整個基督身體 很多時候最不好就是 你建立了一個群體 但是你只顧著做自己的群體 哦 你就忘記了 其實這個群體屬於整個基督身體 所有群體其實是 幫助弟兄姊妹 去服侍整個基督身體 讓整個基督身體 服侍整個世界 所以這個正確的教會觀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你記住任何群體 首先第一目者 你自己也有人守望著你 是 不是只是自己做 有人守望著你 鼓勵你 coach 其實我覺得也挺重要 嗯 你幫助弟兄姊妹 看見他們不只是他們自己的堂會 而是屬於整個的 那個大公教會 那個one holy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而一起去為耶穌做見證 嗯 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在香港 無論環境有多惡劣 耶穌掌權 教會在惡劣的環境 更加能夠發揮 更加可以做好你的見證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堂會是有一間有行公司 是有行公司來的 但是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 我們希望在這集裡面 我們都可以再思考這個課題 slash pastor 我們和馬目斯這集 談到這裡為止 我們稍後一集 我們會說馬目斯的寫作 以及為時代的發聲 OK 拜拜 我們要不忘了 跟我們躺在這裡 我們在發聲 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不能在一起 有空的ív粉 我們會看到